在攻占了整个长江南岸后,北伐军的下一步行动自然是继续向北,直指张作林了。 然而,就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,北伐却突然停止了。 为什么呢?国民党内讧了。 1926年底,随着北伐一路高歌猛进,工农运动在各地也蓬勃发展。 而北伐军中有很多军官是富农或地主出身,人家在前线打仗,农会却在后方把土地给翻了, 动了很多人的利益。蒋介石作为总司令,他要想控制军队,自然要照顾军官的利益。 于是这个时候的蒋介石,在政治上来说,就开始倾向于大地主,大买办了。 而到了1927年3月,随着孙传芳倒台,大革命运动发展到江浙一带, 代表官僚买办、大银行和大资本家利益的江浙财阀如丧口笔。 这些人惶惶不可终日,急需寻找保护伞。 加之,上海的列强也急需寻找新的代理人。 于是,手握兵权的蒋介石,就成了地主买办们的保护伞和代理人。 3月26日,蒋介石曾经的恩主于恰青,代表江浙财团向蒋承诺, 愿意任缴500万大洋,维持上海稳定。 一直困扰蒋介石的军费问题被江浙财团搞定,蒋介石也随即亮明立场。 4月12日,蒋介石在上海宣布清党,六天后又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, 与武汉国民政府对质。 蒋介石另立中央前夕,汪精卫从法国回来了, 而他回国后的第一个落脚地就是上海。 在上海期间,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主张。 贵系这时候支持蒋介石,见汪精卫唱反调便决定软禁汪精卫。 汪精卫听说李宗人要整自己立马开溜,跑到武汉召开会议, 宣布免去蒋介石的一切职务,开除党籍并下令讨伐。 可会议结束后,众人却面面相去,决议是通过了,但要怎么执行呢? 蒋介石这会儿有贵系支持,又有江浙财团提供银弹支持, 并且列强也支持他,真要打起来,未必打得过。 就在这时,李宗人出来表态,表示,既然宁汉一时间谈不拢, 不如各自北伐,等拿下北京后再解决党内纠纷。 李宗人的表态给了汪精卫台阶下,所以权衡再三, 武汉方面最终决定,讲的问题先放到一边,为今最重要的还是北伐。 5月,李宗人,白崇喜,何应钦,各率一支人马北伐, 成功拿下交通枢纽徐州。 同一个月,武汉国民政府也制定了北伐河南的方案, 由唐生智出面,组建北伐军, 并派人联络冯玉祥和阎西山,夹击河南的凤军。 北伐开始后,阎西山并未响应,选择坐山观虎斗, 不过仅靠唐生智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对付河南凤军也足够了。 就这样,刚刚进入河南的凤军,就被北伐军又赶到了黄河北岸。 然而,就在宁汉各自北伐期间,蒋介石在南京悄悄出手了。 他借助列强和江浙财团的支持,切断了长江中游与下游的经济联系。 民国时期的武汉虽然也是商业重镇,但与上海相比还是差了很多。 蒋介石封锁了武汉的资金流入渠道后,苏联援助进不来, 武汉政府立即陷入赤字状态,工商业也是一片哀嚎,十万人失业。 见识了蒋介石的金融炸弹威力后,冯玉祥立即倒戈, 以每月两百万银元的代价抛弃了武汉政府,奉南京为政术。 首属两端的沿西山也亮明立场,将武汉方面派到山西的联络代表李宋出镜。 蒋冯岩穿一条裤子了,在这种情况下,汪精卫丧失斗志信念,叛变革命, 也在武汉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,就此破裂。 武汉国民政府清党后,汪精卫在冯玉祥的撮合下答应迁都南京, 但他也提出一个条件,去南京可以,但蒋介石必须走, 我跟谁共事也不想跟他共事。 对此,蒋介石自然是不会答应,于是, 宁汉两个国民政府继续维持了对峙局面, 很快,唐生智就在武汉扬言要东征南京, 蒋介石担心后路空虚,就从前线抽调大量兵力回防。 张作霖见状立即让张宗昌和孙传芳率军南下, 趁势攻占了徐州。 听完徐州沦陷,蒋介石的脸就挂不住了, 要是没有调兵南下,哪会有这事儿。 为了挽回面子,老蒋便亲率第一军一部, 外加第六、第十、第三十七、第四十军等部向徐州发起反击, 不想这次反击,却让老蒋丢了大脸。 反击期间,白崇喜建议,稳扎稳打。 毕竟北洋系统治江苏多年,熟门熟路, 但蒋介石不听,他觉得孙传芳心克徐州, 必然立足不稳,主张速战速决。 蒋介石一意孤行,结果怎样呢?惨败。 孙传芳见蒋介石孤军深入,后路空虚,逮住机会, 派兵迂回攻击,竟然反包围了北伐军。 1927年8月2日,蒋介石率北伐军攻至徐州南郊的云龙山。 正当蒋介石准备发动进攻时,突然得知后路被抄, 前有奸城,后有拦截之兵,怎么办?还能怎么办? 只能跑了,不然就得被包饺子。 但问题是,孙传芳会让蒋总司令安然撤退吗?自然是不会。 当天夜里,孙传芳会和张宗昌,倾全力反攻,打穿了北伐军的防线。 为了掩护蒋介石撤退,第一军第21师死战不退, 最后一个团全军覆没,另外两个团战损过半。 第21师是新建的模范师,被老蒋寄予厚望, 结果组建还不到半年,就因为老蒋的瞎指挥被坑没了。 当时,若不是冯玉祥让陆忠林率一个师牵制, 阳公徐州拖住了孙传芳,蒋介石的损失会更大。 战后,蒋介石令王天培、贺耀祖在蒙城、宿州构筑防线。 张宗昌、孙传芳集结两个军又四个师的兵力, 趁势穷追蒙打,再次击传防线。 仗打成这个鬼样子,无可救药。 蒋介石只能下达总退却令。 就这样,北伐军溃逃六百余里,直接从徐州退过了长江。 败得这么惨,必须要找人承担责任,蒋介石自然不可能担责。 结果,王天培就成了卑国侠,惨遭处决。 然而,大家又不瞎。 从北伐开始,老蒋打过几场胜仗,横扫两湖第四军鞠躬至尾。 血战江系第七军贡献最大,号称党军的第一军。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,根本就是银样辣枪头,看上去还不错,实际是中看不中用。 现在是创业阶段,能者上,评者让,拥者下,劣者态。 你蒋介石要是打仗不行,就让贤吧。 在这种情况下,南京政府的十几位军长纷纷向武汉方面投怀送报。 唐生智手上有了筹码,随即又开始叫嚣,要东征讨蒋。 老蒋刚吃了败仗,没底气,便让贵戏去对付唐生智。 结果李宗人白崇喜阴阳怪气,公开顶撞,表示,你闯的祸为什么让我们来收拾? 蒋介石闻言心有不悦,咬牙切齿道,什么意思? 如果这样,我就走开,让你们来坐这个位置好了。 没想到,李白二人完全不给面子。 白崇喜当即回怼,为团结本党,顾全大局纪。 总司令,此时离开一下也好,贵戏反水。 老蒋这时候手上的筹码仅剩第一军。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的态度至关重要。 用蒋介石后来的话说,如果何敬之说句话,我何至于下台? 然而,何应钦在关键时刻装傻充愣,一言不发。 老蒋众叛亲离,终于感受到什么叫透心良心飞扬。 1927年8月13日,蒋介石在万念俱灰之下通电下野,拂袖而去。 蒋介石黯然下野,李宗人白崇喜摇身一变,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华氏人。 李白二人上台后,猛然发现身居高位确实爽啊,看谁都是俯视。 但正所谓,权力越大,责任越大。 几十万大军,每天的军饷开支,就不是小数目,你贵戏能搞来钱吗? 武汉那边虽然也清党了,但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此时还是敌对状态。 你贵戏能搞定汪精卫吗? 如果宁汉无法合流,讨伐张作霖统一全中国,就无从谈起。 面对蒋介石留下的烂摊子,李宗人白崇喜只好分开行动。 白崇喜前往上海,找金主江浙财团谈合作。 李宗人负责武汉那边,与汪精卫达成谅解。 南京方面的权力更迭,孙传芳看得很清楚,此时不反攻更待何时。 8月24日,趁贵戏几个负责人都不在,孙传芳于江北岸建立五个渡江点,在三天时间里将七万大军投到南岸。 为了激励士气,孙传芳亲临第一线,并让人把船只全部开回江北,大有破釜沉舟之势。 随后,孙传芳下令把南京附近的通信线路全部切断,导致南京与外界的沟通中断。 而此时的南京城内只有贵系的两个军,形势岌岌可危。 如果让孙传芳反攻得手,南京政府垮台,中国的未来还真不好说,有可能又会回到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。 万幸的是从上海无功而返的白崇喜,这时候回来了。 白崇喜这个人虽然搞政治是外行,但打仗是真的可以。 得知情况后,他立即联络蒋介石,这个时候要想保住南京,只能依靠老蒋的黄浦系。 作为一个枭雄,蒋介石还是分得轻轻重的。 他选择支持白崇喜,让黄浦系各军在尽量保存实力的情况下服从白崇喜指挥。 接下来白崇喜指挥何应卿,陈诚,顾驻同胡宗南等部,经过一天激战击溃孙传芳,取得歼敌4万,釜敌2万的龙潭大捷。 经此一役,纵横北洋16年的直系军阀,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